烏克蘭人只要聽到無人機破鏡的聲音 第一個反應就是拿起武器 尖射飛彈不夠用 開槍掃射也要打下來 開戰至今擊落超過300架伊朗製的無人機 但漏網之餘防不勝防 加上飛彈不時降臨 不僅全國電網被炸到殘破不堪 民宅也成為目標 然而這噩夢恐怕沒完沒了 因為俄軍再度向伊朗求援 根據CNN報導指出 這一千多件的武器主要為無人機跟地對地飛彈 飛彈部分應該就是先前俄軍已經買過的兩款短程飛彈 使用電子光學引導系統 最後階段能以人工精準命中 而無人機則是更具威脅的新機型 阿拉什無人機的外型就像是一枚巡航導彈 有著明顯的機翼結構 這款阿拉什二無人機是伊朗最新研發 長度跟翼展都超過四公尺 體型是成年人的兩倍以上 因為採用噴射推進 時速可達185公里 攜帶的炸油量是舊款的五倍之多 更可怕的是 它的飛行範圍遠達2000公里 假設從二戰區克里米亞發射 不僅僅是烏克蘭首都基辅 還可以一路飛到波蘭首都華沙 德國首都柏林 達到德法邊境的史特拉斯堡都不成問題 難怪西方國家會如此憂心 現在不僅美國揚言擴大 制裁伊朗 俄羅斯更加孤立 但是唯獨這件事不能沒有俄羅斯 烏克蘭鼓誤整裝上船 透過黑海的人道出口通道 極緣饑荒國家十萬火機 但是俄羅斯總統普京 卻以烏克蘭攻擊黑海艦隊 唯有揚言退出協議 無二雙方互相指控搞破壞 然而現在不僅全球糧食危機 迫在眉睫 消息一出全球小麦期貨 立刻飆漲6% 亞洲畜牧業也挫了一旦 餐桌上的肉品價格蠢蠢欲動 幸好在土耳其的調解之下 俄羅斯總算點頭答應重回協議 不過俄羅斯不僅國際孤立 也越來越多自己人跳船求生 俄國境內隨處可見的黃色ATM 這是富豪丁科夫創辦的銀行所有 一直來反戰反普京的他 決定放棄俄國公民身份 時間回到今年5月 丁科夫即便被癌症病情所苦 也要向CNN大吐苦水 外界認為這些俄羅斯富豪 早就因為財產遭到制裁凍結 對普京積怨已久 他們早就逃往國外 不怕追殺 但是俄國的小老百姓 就算有再多不滿 也只能往肚裡吞 TVBS 總共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